昨天來了數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但是BNT疫苗到底為什麼當時買不到 陳時中昨天透露了口風 說竟然又是政治有關 而另外再要來看到的是 加碼紓困 現在說要加碼到8400億 這麼多嗎 哎 繳稅計 聽到了這件事情 很多納稅人眼睛就要睜大來看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講到了這一次的紓困4.0 現在政府告訴我們說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 原因是因為這個紓困方案 現在說到6月底的時候就要到期了 所以必須要趕緊先延長 好 看著立法院他們即將要收費 所以先前來的部分本來說 上次錢都還沒花完 你現在又要再加錢 但是因為真的疫情嚴重 那希望能夠幫助小老百姓 所以他們也講了沒關係啦 先讓你過2100億 之後的我們後續再請 行政院長蘇貞昌來立法院好好報告 結果現在說 竟然又要再追加嗎 你看到其實從去年的2月 當時呢我們紓困1.0的時候 是600億元 然後一路往上加 結果呢加到了現在 今年的5月份說要再加2100億 但是現在沒有想到立法院又在提案了 這提案是什麼民進黨突然提出來的臨時動議 說呢未來應該要提案得勢疫情 情況可以再追加三分之一 換句話說呢就可以再追加2100億 總額上限直接拉到了8400億元 好這件事情呢就讓藍營的部分很有話要說了 他說你本來說加2100億今年疫情嚴重我們也先讓你過 可問題是你現在沒有提任何的評估報告 就想要再追加2100億 到底把納稅錢當成什麼呢 而另外呢這一位賴士寶他也講了 說這樣子算下來你根本連怎麼用都還不知道 不就是空白支票嗎 其實賴士寶講的話 還真的是有所依據 原因是因為呢在聽到了紓困4.0要上路之後 很多的小商家啊小店家開始在問政府說 那到底這個紓困是誰可以領啊怎麼請領 結果現在呢再去問的時候就會發現 方案呢跟去年看起來好像大同小異 可是今年跟去年疫情差很多啊 那紓困4.0跟紓困3.0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只是為了紓困而紓困呢 如果你再詳細去問一下各個單位 到底誰可以申請誰不能申請 啊怎麼申請可以請到多少錢 你就會發現大家都告訴你 細節還在演你當中 好企業就開始說了 如果現在你也還在演你當中的話 我們線下就是三級警戒 已經沒有人有辦法做生意 大家快活不下去啊 能不能夠熬得到你細節處理完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也有人講了說現在政府是要我們 不是病死就是餓死二選一嗎 至於一般的壽星階級 很多人呢其實是可能跟這件事情 跟這個商家比較有關係 壽星階級來講呢他影響不大 那就問了有沒有可能像之前一樣推振興券呢 行政院的說法是振興券是要刺激消費 刺激我們的內需市場 而現在呢是在紓困真的是在救急救難的 所以振興券的時候是還未到 但是我們現在就講了到底誰領得到呢 如果說以前的這個方案來看的話 那麼導遊司機呢很可能最高可以領到三萬塊錢 至於目前知道的是受到疫情衝擊 損失五成以上的產業 政府呢會補貼員工薪資 在這一塊的部分說最快最快六月四號可以開始實施 三級警戒延長各大產業喊停百業蕭條紓困振興 形同和時間賽跑行政院大方向底定 再加碼兩千一百億元 個人補貼上中低收入戶會加碼為四千五百元 急難紓困和沒有一定雇主的自營工作者 最高補助三萬塊 另外紓困補貼方面 農漁民一萬元紓困金 若是甲級漁工 導遊 領隊 計程車司機和遊覽車司機 也有三萬的紓困補貼 在產業方面受到疫情衝擊 一夜損失五成以上的產業 像是因為三級警戒強制關閉的健身中心 網咖等等 將補助每位員工薪資的四成上限兩萬塊 原則上從寬認定 從寬 從優 從數來認定 直接用最高的級距 兩萬塊來認定 那這兩個月盡快的放放 紓困4.0 同時也延續勞工紓困貸款 一樣每人最高十萬元 就算上次申請過了 也可再次申請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各個產業景氣寒冬 正願紓困特別條例火速拍板 就等立院三十一號通過 讓民眾最快能在六月四號拿到救命錢 記者黃英俊 方彥迪綜合報導 捧場